我不是跟你說要打嗎 我只能聽懂各家話 我只能聽懂各家話 應該有通意應該可以處理吧 什麼通意啦 一輛警車出現在巷子口然後 一家人急急忙忙的上前關切 像是在害怕什麼似的 只因為 你剛哪裡誰講的 我剛是你講的 我剛是你講的 我會跟人家講前 我會跟人家講的 你怎麼會說 這是八月份小禮的大哥 跟媽媽的對話 言語中充滿不炫 但這卻只是 冰散一角 有啦他就沒有跟我過去啦 對啊 他就看他有拿到刀子 我就說我的部分 因為他們說他有拿刀 可是我們現場看的話 是沒有 沒有辦法 他塞一刀好像嬌囂 然後他還投訴我 然後他施壓我們家很久了 很久了啦 又把另外的交交都 我也都很盡力的在幫你們 我也都是很難故意 他要燒我們的房子 要把我們全部燒死 對啊 這個很恐怖的 我最久了就會 對我們的家人咆哮 還是威脅我們 說要帶槍回來 這部分這樣 一下火燒全家 一下又帶槍威脅 時不時喝了酒 還會拿磚頭 砸向屋子跟車子 讓全家人過著 提心吊膽的生活 以為報案申請家暴令 就可以免於恐懼 你在路上喝酒 然後走路也要換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你 上床帶回來嗎 可是他就是違法的行為 他哪裡有違法 他恐懼你們就是違法 對 小李說大哥三不五時喝酒了 就會無視保護令 來控客家人 上個月實在受不了了 錄影搜證要報警提告 結果因為他們是客家人 又客語對談 竟遭到警方不禮貌的對待 真的是好大的官威 要被害人當通醫 一通電話申訴 結果去換來更多的情緒勒索 是我們專業還是你專業 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們沒有得關你的意思 那今天就是因為 你這樣子我們整個 我們整個派對手提供一個情緣 半夜睡到一半都會被叫醒 因為你不是情緣 因為你投訴我們 我暫時盡行盡力的幫你 然後結果你這樣子投訴我 你這樣的話就會讓我覺得 我最民眾是希望啊 我這樣幫你 我這警察認識喔 反正你最後發現 我們是對的啦 然後你可能有一些錯啦 我希望你可以來 還我一個道歉啦 明明是家暴案的受害人 現在搞得像家害人一樣 更讓小李含心的是警局的關關相互 其實今天因為我是特加人 所以我法律上 對於我的訴訟權 就會不一樣嘛 我覺得可能在歧視我們嘛 因為這部分事實上 警察機關他也可以找同意來還利啊 就算說他不是現行犯 如果有違反家暴令 我們一樣可以提出告訴啊 跟警方說我們要告這個人啊 突發中心新出報道